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前面我们就学习了 网络层 数据联络层 以及物理层的 那么本章我们进入传输层的学习 那么传输层其实是属于网络里面的非常重要的内容 因此本章也是属于非常重要的一章 实际上同学们下来之后可以认真的听 并且结合书籍 进一步的进行学习本段的内容 那么同样的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这个传输层它是位于的一个位置 那么传输层它对于ISO计算模型 它是位于第四层的 它是位于我们前面所说的网络层 数据联络层以及物理层之上的 那么对于TCPIP设成模型 它是属于第三层的 那么如果从信息的处理角度去看 这个传输层它主要是给上面的应用层提供通信服务的 那么我们平时在对网络进行编程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直接的 对接这里面的传输层 也就是我们使用传输层所提供的接口 来进行这个网络的编程的 因此我们说这个传输层 它是用户功能里面的最底层 但是属于这个面向通信部分的最高层了 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个传输层 它工作的主要的位置 那么这张图呢相信很多同学都已经很熟悉了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传输层 它工作的主要位置呢是这个计算机 比如说这里面的计算机A以及计算机B 那么对于网络中的这些路由器呢 它其实是并没有这个传输层在工作的 也就是我们在通信的时候 也就是在通信的时候呢 这个传输层它主要的工作的位置呢 是这个终端的这些设备 因此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传输层呢 它主要的工作呢 就是管理端到端的这个通信连接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来回归一下 前面我们学习的几层的主要工作 那么对于网络层呢 它主要是解决这个数据的路由 那么对于数据链路层呢 它主要是管理相邻节点之间的数据通信 而对于这个物理层呢 它主要是管理一些通信相关的物理特性的 那么这里面传输层可以管理端到端的通信连接呢 主要也是由于由网络层 数据链路层以及物理层的一些功能的提供 使得这个传输层才可以专注于管理这些端到端的这个通信连接 比如说传输层它不需要关心数据的路由 那么因为这个数据路由呢 由这个网络层已经解决了 那么它也不需要管理一些物理的特性 因为这些特性呢 在数据链路层以及物理层呢 也提供了相关的解决方案 那么在前面学习网络层的时候 我们知道网络层呢 它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提供了一个虚拟的互联网络 那么对于这个网络呢 不同的中等设备都可以连接到这个虚拟的互联网络里面 进行这个数据的通信 那么对中等设备 它不需要关心这个虚拟互联网络的具体的网络托谱是怎么样的 而我们前面所学习的这个网络层 它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这个虚拟的互联网络 怎么样进行这个数据的路由 决定数据的走向是怎么样的 那么既然这个网络层已经解决了网络里面的数据走向问题 那么在重塑层呢 我们就不关心了 我们重点关心的是这里面的两个中等设备 它们之间是怎么样进行通信的 这里面呢 我们假设用户在计算机里面打开了这个浏览器 那么对于计算机并呢 运行着一个网站的后台 那么浏览器需要浏览这个网站 那么就通过这个虚拟的互联网络 访问到这个网站的后台 然后取得这个B这个计算机返回的数据 那么在这里面 不管是这个浏览器 还是这个网站后台呢 它在计算机运行的实体呢 就是一个进程 因此呢 对于这个浏览器 与这个网站后台的通信呢 我们也可以看作是这个进程 与进程之间的通信 这里面浏览器是一个进程 网站后台呢 也是一个进程 那么存在程呢 它主要就是解决这两个进程 是怎么样进行通信的 那么说到这个进程 与进程的通信 我们也可以来回顾一下 前面在学习 操作系统的时候 我们了解的这个进程间通信的方法 那么对于前面我们所学习的 这个UNIX一套节制 共享内存等等的这些方法呢 都是属于进程间通信的方法 那么本章 我们所学习的这个网络通信呢 它也是这个进程通信的方法 那么这两种方法 或者说这两类方法 它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区别其实是有的 对于左边的这些UNIX一套节制 或者说共享内存 等等的一些方法呢 它主要是用于单机之间的 进程间的通信 也就是它只局限于 单机之间的这些进程的通信 它不能跨网络 不能跨机器 那么对于网络通信 这不一样的 网络通信呢 它可以进行多个机器之间的 进程通信 也可以跨网络 跨设备来进行 进程之间的通信 因此呢 对于这个网络通信 它是更广泛的 这个进程间通信的一个方法 那么学习到这里 不知道同学们 有没有一个感觉 就是我们前面 在学习物理层的时候 我们感觉这个网络 离我们用户很遥远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在学习 这个数据联络层的时候 我们发现 这个网络 离我们的用户 又近了一点点 那么在前面 我们在学习 网络层的时候 我们发现 这个网络层 离我们的用户 又近了一点点 我们在网络层 所提到一些概念 比如说IP 比如说直网研码 这些概念呢 我们在追尊机里面 都有进行相关的配置 那么这本章呢 我们学习的这个传输层 发现呢 离我们的用户 就更加接近了 这里面 重塑层构造的本质呢 是进行这个进程 与进程之间的通信 不过呢 这里面的进程之间的通信呢 是跨设备的 那么这里面 离我们的用户 又更近了一步 那么这个呢 也是属于网络的一个特别 从下往上 这个越往上呢 这个离我们用户 就越接近 那么本章 我们所学习的这个 重塑层呢 就已经到了 进程的这个级别了 那么这里面呢 对于这个网络通信 它其实它的本质 是这个进程 与进程的通信 不过这里面的进程间通信呢 它是可以跨设备 或者是可以跨网络的 那么在前面 我们在学习操作系统的时候 我们知道 对于这个进程呢 一个计算机 可以运行一个 或者是多个进程 那么这里面 对于这个网络通信 计算机之间 他们是怎么样识别 到底是计算机的 哪一个进程 在进行这个通信的呢 那么这里面 我们学习一个新的概念 这个概念 叫做端口的概念 我们一般呢 会使用这个端口 来标记不同的进程 那么端口呢 它一般是 使用16个比特位来表示的 也就是 它可以表示的范围是 0到65535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列举一些 常用的端口 比如说FTP这个进程呢 它主要是使用21端口的 而对于网站的这个进程呢 它主要是使用80端口的 而对于安全的HTTPS协议呢 它主要是使用43这个端口 而对于DNS这个服务呢 它主要是使用53这个端口 而对于Telnet这个进程呢 它主要是使用23这个端口 在这里面我们学习知道的是 我们平时所了解的这个端口啊 它其实主要是用于标记 不同的计算机里面 是要进行网络通信的进程的 那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对于这个协议呢 它是属于这个中间载 两端大的沙漏形状 那么这里面我们知道 这个重生程呢 它主要有两种协议 分别是这个TCP协议 以及UDP协议 那么本章啊 我们的主要内容呢 也是围绕这两个协议 来进行展开的 那么对于这个UDP协议 以及TCP协议呢 UDP协议它是属于 一个比较简单的协议 因此呢 本章我们将会通过一节课 通过这个UDP协议详解 来了解UDP协议相关的内容 那么TCP协议呢 它是本章 非常重要的一种协议 因此呢 我们本章也是重点围绕着 这个TCP来展开的 那么对于TCP呢 我们将会了解到这个 TCP协议的基本内容 然后了解到这个可靠传输 它是怎么实现的 然后是TCP的流量控制 还有这个拥塞控制 还有这个三处握手 以及试试释放 那么这些内容呢 都是属于TCP的内容 而这个TCP协议呢 也是属于我们本章的 重点的内容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就进入本章的 具体内容的学习吧